恒大开始与中超级分榜,前三名的球队纷纷迎来强强对话,此前拍在中超第二名的鲁能,便是恒大的第一场考验,最终恒大以4比1的比分在客场击败鲁能,成功超过了第一个对手。 此战结束之后,恒大上升到了中超第三名的位置,这也预示着这支中超统治力极强的球队已经开始强势反扑,本场比赛中,塔利斯奖、宝利尼奥、高拉特纷纷打开进球账户,其中塔利斯奖在上半场更是上演了经验表现,连轰二球帮助恒大战的先机。 在下半场比赛中,高拉特与宝利尼奥再次进球,最终恒大以4比1的比分击败的对手,能在防守能力较强的鲁能手中,取得三个竞胜球。 恒大的进攻火力可谓是空前高涨,恒大在下窗之后的比赛中一度保持碾压的气势在进行抢分。 但是在对阵亚太的比赛中却翻了船,那场比赛的失利也让卡纳瓦罗饱受质疑,或许正是那一场比赛尝到了失败,让卡纳瓦罗真正了解到恒大即使阵容强大,依然需要制定严密的战术才有机会回到联赛冠军的位置。 自此之后,恒大开始了更加合理更有效果的临场交换,最终整个球队从那场比赛中彻底醒悟。 目前的这局恒大可以说堪称完美,此战结束之后,恒大将会在此后三轮迎来与上海生花,为经国安与上海上岗补赛的比赛。 国安与上岗同样是恒大在本赛季的劲敌,如果能够连续拿下这三个对手,恒大将,会在此本顶中超级风暴,对于卡纳瓦罗来讲,如能顺利度过九月份的赛程,那么这只恒大将会再次成为中超有不起的劲率。